近年来劳动基准法不断的修改 造成劳资双方对于相关法条的疑惑 为了让劳资双方能够更加了解 劳资法中有关于工资、工时及休假的相关条例与规范 县府社会及劳动处也在县内规划了六场说明会 南罗县政府为了让事业单位了解劳资法相关的一些法令规定 今年度我们特别举办了六场次的劳动基准法的宣导说明 那实际上透过我们这次的宣导说明 让事业单位了解到劳动条件相关的规定 主要也是针对这个社会大众常出现的一个问题 跟透过这一次的说明会 跟大家做一个很清楚的说明 那主要就是针对工资、工时、休假 这三这样的部分 大家容易产生错误的部分 跟我们辖内的事业单位的雇主 或者是人事管理者 做一个比较详细而且准确的说明 日前说明会也来到主山政办理 吸引了许多民众到场参与 透过会中详细的说明 也让他们更加了解劳基法相关规范 与该如何保障自身的权益 因为像他其实勞基法的字面上的用词 我们没有深入了解真的看不懂 那就是会依照自己的解读的方式去诠释那个意思 可是来上课之后才会知道说 原来他的用字是这个意思 那我会知道说怎么帮同事去争取权益 那怎么帮老板跟同事去解释说明说 为什么规定会这样子 比较可以减少争议 工资工时及休假是劳资双方最重视的事项 县府能够办理说明会 告知双方应有权益 县议员邮浩也肯定活动办理的用心 并建议能够加开场次 让更多民众一同来参与 认识自身的权益 工资工时不仅是劳工最关心的问题 同时也是企业 他必须要考量他的经营的成本 那也必须要一次考量的 所以说政府他扮演一个沟通 以及说明的角色 所以今天我们南投县政府社劳处 举办这个说明会 还让南投县的一些企业组 以及包括一些劳工 以及工会团体 可以来在这里的过程中 不仅了解 也可以把很多的疑问 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反应 那这是很好的一件事 那也谢谢县府举办 那也希望说未来 还有机会的话 可以在各乡镇 也可以多办一些场次 议长和胜峰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 也期许透过说明会的召开 让民众能够更加了解 劳基法的规定 保障自身应有的权益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